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特大跨审侵犯影视作品据作权案 目前警方说已经抓了14个人 发现了有2万部刊载的作品 这个网站它注册的会员有800多万 涉及的金额有1600多万 按理说官方破坏一个大案 这些网民都会兴高采烈 但这一次可真不一样 这些网友们心情的非常悲痛 纷纷在人能字幕组网站上留言 表达感激惋惜甚至永别 还有网民将人能字幕组 称之为道火的普洛米修斯 普洛米修斯在希腊的神话中 是泰坦神族的神明之一 他的名字意思就是先见之明 普洛米修斯与智慧女神雅典娜 共同创造了人类 普洛米修斯负责用泥土雕塑出人的形象 雅典娜为离人灌剧灵魂 并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 当时宙斯是禁止人类用火 普洛米修斯就看不下去 因为人类生活没有火非常困难 他就帮人类从阿波罗盗取了火 这个事当然就触弄了宙斯 宙斯为惩罚人类 将潘多拉盒子放到人间 又将普洛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 所以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延峰评价也很高 他说新世界草根能能字幕组 自发组织对海量的影视和网络学习资料进行翻译 他认为要堪称第四次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翻译活动 这么主的地位可以于古代的僧能玄奘 揪摩罗斯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和民国时期以严妇林书为代表的对外国文化翻译和改革开放以来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 上海艺文等出版社对世界现代人文社科著作的系统性翻译 说他已经达到了这个这个一个地位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 也就是为什么民间与官方的评价截然相反 官方认为这是一个犯罪案件 因为你侵犯了著作权 民间认为他是传播知识 他是普罗米修斯 甚至是一支伟大的翻译活动 这个怎么看啊 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能能字幕组 能不能字幕组啊成立于2004年 他最初呢是由加拿大的一群华裔留学生创立的 当时啊也只是一个分享交流和学习英语 一个非专专业字幕组 大家呢都是啊翻译的爱好者 组织了也是非盈利性质的啊 通过翻译海外的影视作品啊通过网络免费发布 2006年能能字幕组开放了论团啊 2007年改名为能能影视 实际上是跟能能影视这个网站的一个合作 他的宗旨是分享学习和进步 到2010年能能字幕组呢开始 左手翻译一些网络上的公开课 这个我也看啊 比如说网易公开课 比如说有耶鲁大学的哲学课 史黄哈佛大学啊 这个政治哲学课正义 还有一些音乐啊 介绍希腊历史啊 欧洲文明等等 这些课呀非常好 点击率啊 参加学习的人也很多 可是呢好景不长啊 从2013年开始 能能影视的日子啊 就不那么太平了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涉及到版权问题 2013年世界版权日到来 而国内几家知名的影视资源论团呢 纷纷呢开始避风头 也就是关闭网站这一块 能能影视呢也是这样啊 逐步关闭了一些资源的下载 但是呢他表示了 还是会提供外挂字幕下载渠道 2014年11月22日 能能影视就不玩了啊 宣布B站清理内容 但是呢这个能能影视字幕主 仍然顽强的在这个灰色地带啊 深沉着 我们可以看到啊 能能字幕主 从他创立之初表现看 他是没有盈利目的的 无上翻译和传播文化 所以我们不能说啊 支出他就是侵犯知识产权 因为他是符合中国著作全法的要求的 著作全法就规定啊 如果是为个人的学习研究 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以及呢为学校啊 课堂教学科研啊翻译 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科研能源使用 那么这类作品呢 不需要经过具作全能的许可 也不需要向他呀 支付报酬 但是呢 能能字幕主啊 走得了 比他要远 大家其实也可以理解 能能字幕主 之前是大家自愿 一群发烧友 大家聚在一起 来做一些事 但是随着这个网站影响力的扩大 特别使观众需求量的这个增加 那么慢慢的这一群人 也开始由这个业余变为专业 人多了 当然需要费用 还有一些上传啊 还有一些这种开支 所以他难免 他就开始吸收一些广告 然后可能要开办会员收费 这样呢 就直接就涉及到一个什么 涉及到盈利问题了 就侵犯了影视作品的这种信息网络传播权 也就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落到了刑法的打击范围 侵犯了著作权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根据中国的司法解释 以盈利为目的 复制五百份作品就可以录行了 这里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是违法犯罪行为 为什么网民还这么怀念人能字幕组呢 说起来呀 其实也不复杂 因为他就是现实版的 我不是药神 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电影 是中国一个电影 叫我不是药神 讲的什么呢 讲的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一群白血病患者 需要这个药去救命 但是国内这种进口的药 价格特别高昂 那么在印度呢 有一种仿制药 实际上他也是没有 没有这个权利的 一种仿制药 这种仿制药 其实药效跟他几乎 跟国外的特性药药是相近的 但是呢在中国呢 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所以被当成假药 是不许引进的 那么呢 这个陆勇 就帮助这些 这个白血病患者 带购这些仿制药 所以他的行为啊 应该说拯救了 无数的贫困家庭 在电影里呢 他最终啊 被作为贩卖假药罪 被抓了起来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呢 并不是虚构的 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有原型的 原型就是陆勇 陆勇2014年 遭到逮捕 引起了社会非常大的反响 经济学家胡思枝啊 曾经就这样评价到 就是药品真假与否 销售是否有罪 不是看药品本身 而是看有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 这样一来了 你就弄不明白 这法律啊 到底是在保护受害者 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 来保护啊 政府部门的审批权 根据警方的调查啊 能能字幕组设案的金额为1600万 利润呢为800多万 但是他的注册会员的数量就有800多万 其实平均一个会员 他的贡献度啊 只有一元钱 虽然能能字幕组被抓是因为啊 盗版牟利 但是呢 在很多网友看来 能能字幕组啊 就是那个舍身救命啊 我不是药神中的陈勇 大家知道啊 能能字幕组之所以不可取代啊 是因为中国引进的影视作品很少 因为有很多限制啊 什么色情啊 什么政治观点啊 意识形态啊等等 所以越来越少 再一个呢 国家啊 这个审批部门的手续啊 特别的繁杂 即使你引进吧 对内容也是随意的删减 这就影响了整个作品的完整性 也就是说了 本来正版内容在国内通行呢 就不容易 你即使观众熬了几个月几年之后 还要忍受你看到的作品呢 已经被删减的体悟完肤的结果 但是能能字幕组啊 就不一样 他提供的都是非常新的 刚刚播出来 他就把它翻译就引进过来了 并且都是原版作品啊 不仅没有删删减 而且他是原生 他只是在底下打上了字幕 所以学习英语的这些啊 就朋友们就就非常喜欢 既可以听英语的原声 也可以了解啊 他这个内容 能能字幕组了 尽管侵犯了作品的剧作权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在中国目前这种言论 遭受打压的一种情况下 他是黑暗中的一缕亮光 当下中国啊 缺乏正版引进渠道 影视了内容也不分级 内容的审查呀 非常的严厉 所以人们对于境外影视剧 存在极大的内容饥渴 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所谓的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 捣毁人能字幕组 所以有网友认为 更像是啊 一场基于管制目的的恶意打压 企图全面阻弹 中国人获取海外影视资源的途径 作家苏星和就这样说啊 在一个大量美剧被下架 大量电影被禁播的国家 以版权为名指责字幕组 和视频下载网站侵权 就是一种以假想的程序正义 掩盖极权邪恶的延续 极权的审查制度决定了 谁能谁有资格获得版权 在重重审查之下的版权 正是缺乏程序正义的产物 维护这样的版权 就是维护当局的审查制度 就是维护极权对民众表达和接受的双重禁锢 版权的真正敌人不是人人字幕组和下载网站 而是当局的出版审查制度 是极权对出版自由 这项基本人权的侵害 只有终结极权 实现民主版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这就谈了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其实在西方对版权的保护是非常严格的 能人字幕组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并且一旦出现那就是重罚 所以它的确是一种犯罪行为 但是放到中国的语境下 这个情况就有所变化了 尽管侵权 但是在一种言论受到严厉的禁锢的情况下 它是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们总说民主民主 但是大家要知道 民主不是一个词汇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要看到西方人怎么去抗议 怎么示威 怎么表达自己对政客的愤怒 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 它是活生生的生活 所以当老百姓看到 这么一种西方真实的生活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 由衷的从内心里去追求民主 感受民主 并且最终乐爱民主 有网友说 2017年大规模进网的时候 你说没有关系 没有犀利的评论看 还有温和的可以看 季风书店关门的时候 你说不要紧 没有实体书店 还有什么网络书店 内涵段子下架的时候 你说没有关系 少了内涵段子 还有网易更帖 网易更帖被整改时 你说不要紧 没了网易更帖 还有能能字幕 现在能能字幕被取缔了 就连自媒体温和的评论资格都没有了 是啊 你像所有有大局官的人一样 一次次的接受热爱 被夺走 被抹去 被脸压 直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变成一片荒漠 在每一个估计虚无 无处填补的时候 你终于将自己变成了 你曾经最鄙视的那种心思者肉 所以有网友说 如果采取中国这种警方 中国政府对待 能能字幕主的一种方式 那么在以后的岁月 不管你愿不愿意 没有字幕主的翻译 我们只能看什么 残缺版的外国隐私 但凡你要想找到完整版 那么你就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所以说能能字幕主看似简单 侵犯著作权是犯罪行为 应当查处 无论是中国是西方 都是一样的 但是放在中国语境下 放在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放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 那么能能字幕主 实际上就是黑暗中的亮光 是中国人看西方的窗口 也是感知民主自由 的一种方式 或者一种途径 所以说它就具有了什么 具有了正义性 好观众朋友 今天关于能能字幕主的事 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次我们接着再聊别的话题 谢谢您的观看